有记者提问 台湾媒体报道称 岛内石斑鱼出口养殖 寄生黑户戒牌问题严重 民进党当局却放任违法者 养殖渔民是在替出口商被黑过 台农业主管部门负责人还声称 两岸农产贸易未按所谓正常机制规范 因此会出现戒牌现象 马晓光表示 这些乱象完全是民进党当局 监管不利管理混乱所导致的 苏大陆石斑鱼养殖户 都是台湾主管部门 按照岛内的规定和标准 认定合格后允许的 每一批苏大陆石斑鱼 都随负台湾主管部门签发的证书 来证明货物的合法性和安全性 那么出现戒牌的问题 台湾主管部门 作为证书的管理者和签发者 应该承担全部责任 岛内出现所谓的寄身黑户 借牌等等乱象 完全是民进党当局 监管不利管理混乱造成的 会计判官网 Juan 章井 判官网委 别败了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